哈囉大家好我是Like 今天呢要拿我們軍袋鍋具的新系列 DOLA系列的花瓣鑄鐵鍋 來教你們做法式燉機 用花瓣鑄鐵鍋做法式燉機 幫你吃完之後有道法鍋的感覺喔 我們的法式燉機呢 第一步其實很簡單 先把我們的雞腿都有部分 先做個簡單的調味 讓它的美麵都有吃到我們的一點點 就比較好 那當我們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把它放進我們的鍋內 鍋內呢一樣先起一點油鍋 一點點就好了沒有很多 因為我們剛剛在雞肉的表皮 已經上了一點點燃油了 那我們雞肉本身呢 它的雞腿雞皮 有此理想到的厚皮 剛剛我們準備了 對 好,那我們現在呢 把我們的雞肉都炒到白色之後呢 就可以去先下我們的盤根 再來增加它的香氣 然後蘑菇 再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把料加完之後呢,再把它時序的攪拌一下 做西餐啊,我的蒜頭跟中餐不太一樣 做西餐的蒜頭會後夾,讓它蒜頭的香氣才會出來 用中餐的方式不一樣,各位要記得喔 就把我們的蓋子蓋上去 持續用以小火的方式,讓它燉煮約40分鐘即可 那我們現在就完成囉 做西餐的車分 有意思嗎 做西餐掛聽生暗 給大家聽說 izon